當然啦 因為我們做這個 這樣媒體的工作 所以我其實也看過蠻多 因為父母親即將走 或者已經走了 然後利用在這個 很混亂的時刻 有些人因為悟有印章 悟有存折 或者去慫恿生前的父母親 然後把財產一直學出來 這個也有 就是借機掏空 或者是在死後 就用了很多明目 說這個要花多少 那個要花多少 然後圖利自己 這個應該很多吧 很多 那如果要掏空是 生前的多還是死後的多 其實如果真的有心 要把父母的財產 我們不再教大家是說 再講一個社會的現實 就提醒大家 那當然就後面有一些 這個可以防範的措施 那有一些這個 就是說真的 就自己需求可能比較大 然後他就會假 就是他親自照顧父母 所以東要這個西要這個 要花很多錢 所以其他兄弟姐妹 你要把那個存折印章 都交給我來保管 因為這樣我付比較快 實際上很多時候 他可能只是要利用這個 長輩還沒走的時候 就把錢都洗出來 常常可以這樣 因為當長輩已經走的時候 那個就開始結算遺產 可是如果前面都已經拿出來 你就沒有辦法抓說 這個是不是遺產 而且也很難去抓說 是誰拿走 然後數目是多少 常常會有這種狀況 那我通常會建議 就是說這個需要防範 如果真的有心要把錢拿出來 他都一定在生前 早就都做好 到時候你去結算遺產 你根本結算不到 那會利用什麼時候 做這個事情 如果父母 健在的時候意識清醒 大概你也很難 去抓這件事情 那不然就是父母 就很喜歡這一個 他就生前的時候 就一直贈語 一直贈語就好了 那什麼情況 會有發生探問 就是父母意思不清楚的時候 這樣會怎麼樣 那個常 我們人可能比較 不是那麼貪 這個財產的子女 可能住國外 或是住比較遠 沒有辦法親自照顧父母 那可是又擔心說 錢被洗出來了 那怎麼辦 如果父母意思 已經不行了 通常我們就會建議說 那你去申請監護宣告 申請監護宣告 那申請監護宣告 法官就會派醫師來看說 這個醫師是不是已經 沒有辦法了 已經不清楚了 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沒有辦法自己決定 這個財產要怎麼分配 這時候法官就會認為說 那這必須要做一個監護宣告 那監護宣告就會指定什麼 指定這個監護人 監護人跟另外一個人 要做什麼 做財產列清澈的人 要兩個人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因為到底有多少財產 有一個人會列出來 那誰可以去做 那監護人才幫他 處分這個財產 了解 我看過那種 老婆婆 不太有 他老兩百幾萬 但是 上次一辦完 兄弟姐妹 總要送一個 對 問負責的 問說 有存嗎 他說沒有都花掉了 好 花掉了 大家也不相信嘛 兩百多萬怎麼花那麼多 就跟他問說 花掉了 那有收記 不得了 只有這句要收記 就表示你不信任 懷疑 然後他就 起屁面 這人是怎麼會再生的收記 哇 你知道嗎 為了兩百多萬 大家收過 哇 其實老實講 真正要分 也分不了多少錢 可是你知道那種心情 就很不爽到 你用這種態度回覆 打開的修過 對 不過修過 應該會 漲前那個人比較 比較舒服 因為他都沒有收據 對 這樣他就講說都花光了 判斷 也有人利用這個時候 挖了一點錢 有啊 其實我覺得要透空 應該是在 前面就會有計畫 像我南部有一個朋友 他們家 他那個 他阿公過世比較早 然後有賺一筆錢 然後他阿嬤就是自己生活 然後大家就是 那個他爸爸他們那一輩 就會去看他 其實都住附近這樣 然後到了晚年的時候 就是阿嬤已經開始臥床 那臥床前幾年都還意識清楚 那時候呢 阿嬤就把那個印章跟存折 給了他的那個女兒 就是等於是我朋友的姑姑 就對了 然後就想說讓他就是 比如說偶爾提你一些 因為你每個月都要買一些尿布 然後一些營養品 什麼東西的 可能要花一萬多塊兩萬塊這樣子 就叫他從那邊去提令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 他上面都是 就是那個 他女兒他上面都是 有三個哥哥的樣子 然後都知道 那這件事就這樣進行 那結果呢 一直慢慢的就是 那個阿嬤就開始 你知道到後期 其實就有一點開始失智 有點開始不太清楚 有時候記得 有時候不記得的情況之下 這三個哥哥就開始覺得說 那到底有多少的財產 就在那邊講這件事情 然後就開始去查他的 他們的妹妹 每個月幫他媽媽 買的東西的那個收據 就在那邊查這樣子 然後那個 他說說他姑姑 剛開始就很不開心 因為覺得 他是嫁出去的女兒 但是為什麼他還要去 做這件事情 然後幫忙買 還要被質疑這樣子 還要被質疑 對 然後就搞得 後來那三個哥哥就 就不太敢講話 結果有一次 就是其中有一個 那個等於是 那個阿嬤的兒子 有一次在跟那個 他們有請一個看護 就是外國的看護 好像是費用吧 然後跟他聊天的時候 就那個看護就說 那個就是那個 姑姑會回來 然後每次回來 都會去一個房間 很久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回來 都要去那個房間 然後他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每次他都 好像去那邊很久 然後他就開始 他們就開始起疑 後來就被查到 他不是他那個 一兩萬塊的 是那個阿嬤 他那時候 因為他 等於是說 他的阿公過世很早 他阿公其實有留 一筆現金一百多萬 其實是放在家裡面 然後那個阿嬤是有跟那個 就是當初給他印章的時候 給他女兒印章的時候 是有跟他講說 其實還有一筆現金 這筆現金就是 意思就是說 誰照顧我的 我就給他 然後那個 他女兒一定覺得說 都是我在照顧 我嫁出去的 我還回來照顧 那當然是給我 可是沒有人 他們兄弟們都不知道 兄弟都不知道 然後就是因為那個飛鴻長說 為什麼每次那個 就是回來照顧 都會去那邊 然後他每次就 重新點一次 看你有沒有 他每次就拿一點 拿一點 拿一點走 後來他有 對 就被抓到 有承認這樣 就拿一點走 那個阿嬤就是 因為他是 有點失之 有點沒失之 後來他自己有講出來說 其實我有很快 然後後來就一對之下 原來其實有更大一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像這種事情 你要去挖這個錢 應該是在長輩還沒過世之前 其實就應該有一點密謀了 對 感覺你蠻聰明的 那 沒有 其實我這裡還有一個故事 這個就是一個案例 跟這個也蠻像的 他這個是 他姬母是因為 他們是不同父親 就是說 所以說早年的時候 從母義父 對 早年的時候 就是 算爸爸的貴室 結果他們兩個母子 就來賣一個麵桿 就是麵攤 那麵攤來說 是我們兩個母子 很認真在做 但是做到買的時候 差不多經過 孩子比較大 這個媽媽 還交一個男朋友 就交一個男朋友 在交一個男朋友以後 他再嫁就對了 再嫁再生一個妹妹 這個妹妹跟這個姊姊 變中間差差不多 10個月到20歲 但是他嫁那個男朋友 是要吃不透彈 同樣他們兩個母子 要拚就對了 那這個過程中 都是他們兩個母子拚 但是後來 就是媽媽在做的時候 這個孩子妹妹 就變成說這個姊姊 要搗牌 要搗過孩子 他都這樣 就是過孩子的中間 他如果很認真在做 做到買了 做到買了 變做餐廳 因為他變成 好像生理很好 變明電 變成做餐廳 這個姊姊是有嫁去 嫁出去 但是嫁出去 還回家的家裡忙忙 這個妹妹就是 妹妹後來 姊姊跟媽媽是沒有託主 妹妹是託主 有託主 因為後來有經濟的 家庭教育 就都有收這個教育 後來他們兩個在做的時候 餐廳都說 姊姊有託主 回來都在家裡 都在搗館 這個爸爸 當然就要搬家 要剃頭 他是沒有過來 但是他們這個中間 過程中 趁趁趁趁趁趁趁 算上的 應該是有算 一來一去 那種錢 因為他到家裡 餐廳是很大 但是這個媽媽 後來媽媽 身體比較不好 妹妹都回家 看這間餐廳 後來這個 看的中間 因為一些錢 有一些是現金 都放在生活費 有一些就是 好像有一些 有明目的那個價錢 這個錢 他後來都在賺 賺到都在妹妹身上 就那個名字都在賺 因為媽媽跟這些都不理 到媽媽四個後 這個媽媽的這些 來質疑 事情都搬 都不會去想說 要先去搬財產 是先把媽媽的事情搬 對 搬財產要來搬的時候 才知道說 這個沒半線 完全沒半線 因為勾也不好 因為他在這個過程中 很久 妹妹 妹妹叫他搬財產 他不知道 對 他才會知道 怎麼樣去轉 所以你鼓勵怎麼搬財產 他把所有的財產 的名字 有名字 都變在妹妹身上的名 名稱就對了 名稱都是變妹妹的 錢的名字 只要有那些都妹妹的 結果姐姐都沒名 姐姐又是嫁出去 要回來跟她的錢都沒辦法 因為媽媽當初是沒有財產 雖然是媽媽創業 這錢都是媽媽跟姐姐談 妹妹也太阿爸 全部沒有半線錢 姐姐沒有拿到半線錢 就這樣子 結果她要購 沒有效 沒有 因為她沒有任何一個 單據什麼可以說 可以說這錢是 可是如果媽媽過世繼承 不是應該是兩個女兒 都可以同時繼承 但是她的財產在 媽媽還沒死的時候 一個人來妹妹身上 被她挖光了 都挖光了 不然妳這張也會來 給妹妹 會去